你见过老式缝纫机吗? 在1790年,英国有一个木工发明出了手摇缝纫机 不过那时的缝纫机用处不大 到了1859年,美国的盛家公司发明出了脚踏缝纫机 在1889年时,这家公司又发明了电动缝纫机 直到1950年,家用多功能缝纫机横空出世 一跃成为农家老百姓不可缺少的机器 因为以前的人们生活水平低 穿的衣服大多是自己制作的 穿旧了也舍不得扔 需要缝缝补补 这时候缝纫机就派上用上了 缝纫机能缝制棉、麻、丝、毛、人造纤维等织物和皮革、塑料、纸张等制品 缝出的线机也整齐美观 平整牢固 缝纫速度快 使用简便 并以之衍生出了手推锈、电脑刺锈等艺术形式 用缝纫机缝补的衣物跟新买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缝纫机深受我国老百姓的喜爱 在上个世纪也非常火爆 在70年代 缝纫机与自行车、手表合成农村三大件 到了80年代与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并称农村四大件 那时候哪家有缝纫机肯定不用愁 娶不到老婆 不过到了21世纪后 农村的缝纫机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 原因有很多 其一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穿的衣服不再缝缝补补 其二是服装加工厂的发展 大规模的生产线 能够快速的缝制衣物 人们穿衣服都可以随便买到 无需用到家里的缝纫机 所以农村的缝纫机从一块宝 变成了一堆废物 而近些年来 常有人去农村高价回收这种老式缝纫机 对于拥有老式缝纫机的农村人来说 这是求之不得 可是你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吗 在2019年 四川的一个小山村就发生这样一件事 有几个穿着体面的陌生人 来到了村里回收老式缝纫机 只要缝纫机完好 一台最高可以给到两万块 有多少就收多少 这可把村民们乐坏了 家里有缝纫机的村民赶紧回家扛着缝纫机过来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场骗局 那么骗子是如何行骗的呢 当村民们拿出自己的老式缝纫机后 这些人就先对着缝纫机左看右看 接着说这缝纫机并不完好 很多零部件已经坏了 这可把村民乱吓坏了 两万块难道就这样飞走了吗 先别急 他们又说道 只要修好 照样能按照他们给的回收价格收回 所以就让村民们把缝纫机修好 过几天他们再来收 村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两万块算是保住了 换几个零件也就几十块钱 还是比较划算的 可是这些都是老式缝纫机 工厂早就已经停产了 所以市场上基本已经没有它的零部件卖了 就在这时老式缝纫机维修师傅登场了 还来到村里吆喝着啊 维修老式缝纫机 而且教价还蛮高的 可是村民们哪管那么多呀 我也拿到两万块 几百几千都愿意修 说到这里啊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变数了 村民高价修好缝纫机后 人家根本不来回收 因为人家是一伙的 村民们比较单纯的 他们容易相信别人的话 很多人就这样被骗了 然而由于是在农村 被骗后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村民们只能自认倒霉了 你有遇到过这种骗局吗 在这种骗局里面